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Minecraft WrestleWorld 今天呢,我就会来教大家做这个机动物品售卖机的part 3 那么就是物品回收分类机 好的,那么这个视频呢,是我2016年做的第一个视频 我并没有什么感觉 好,那我们开始了,首先看一下今天的材料 好了,今天的材料呢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些 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是主要是要用到漏洞 然后一定要准备两种箱子,限定箱子 一定的,要不然,因为你知道这个箱子会 如果两个落屏在一起的话,会变成一个大箱子 好,这种物品,就是回收活 分类机呢,其实就是把这条 就是把你一大堆东西放进去,然后分出类来 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在这里放 全部都放上漏洞 然后漏洞那个尖呢,是冲,是冲这个拍摄器的 其实这一集呢,是续上我上一集交的东西 如果大家不明白我再说些什么呢 大家可以从,就是说PART ONE开始看 这样总是不白我,我到底在交易上的东西 好了,对,结构倒是发来玩的 然后接下来呢,就要再往这边走 要不然,就不舒服 然后就,我们再记住一下 好了,这样 就说,担个都不舒服 就像这样 OK了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上再加一集 怎么突然就下去了,吓死我了 等一下,先音乐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样 再摆 再摆 又是比较麻烦一点 好 终于好了 我们现在呢 嗯 就是 就是 要在这个 好 这里 你说大红萤货吧 这样 这样 在它底下 有一点做错了,就是 漏斗不是这样放了 而是这样,就是说三层漏斗连在一起 然后这个漏斗就自然就 就说这样放了 这样 好了,那么现在呢 再放 再放 同时 同时 和把 这个楼都这样搭 嗯,因为这样呢 好,然后把石头去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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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再加一格 那么就是红石 全铺上红石粉 接下来呢 就在下边再加一层 这里空出来一个 做一个红石中续器 所有都这样摆 然后如果它们连起来的话 不用担心 就是应该这样的 好 这里是 先放红石中续器 这样会容易一点 好 然后全部铺红石粉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就要看你 就说想往里 就说 去上级的这样一个机关键 你想往里加些什么 比如说这里是 铁矿石 铁矿石 那你就往里加铁矿石 然后 基岩吧 基岩 就是说 因为在生存模式中 你不可能拿到基岩的 所以呢 我这里就放铁矿石再拿点铁矿石 铁矿石铁矿石铁矿石 我可以拿到铁矿石 18块这样一个铁矿石 其他的全铺 这个基岩就OK了 好了 这样就是说 他达到了一个就是说量第二格的这样一个上限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你再多放一个进去 这里就会亮 然后这里也会亮 这里就会灭 然后他就会让一颗就是你想要的东西 到这里来 你看 然后我搁第十九个 他就 就是说 第十九个就顺着这里走了 好了 那么这边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搁你要的东西 然后再搁上剪 其实任意方块都可以 好了 那么这一段呢 我就先暂停一下 好了 那么现在就是我就全部摆完了 好了 接下来步骤呢 就是 有一次 漏斗呢 他一定要就是 这样 嗯 这样 这样呢 你才能 就是说 嗯 你才能把 他们 嗯 怎么解释呢 就是说 你才能把这个 你想要的东西投进车进了 因为 如果你就这样放的话 他所有东西都会从这里下来了 然后就全部大堵塞了 所以 只能这样放 其实呢 最后我也想再放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是这个 其他的 就是说 如果你放错一个什么东西 他会 回来到这里 好了 这边这个呢 就是我上次做的那个 物品传送机 那么 现在呢 我就想 把它 弄到这里了 有点点麻烦哦 不过 还是可以的 好 好了 这样差不多就做成了 这一行呢 就 这行就 嗯 回到哪里来呢 算 那个待会再说 好了 现在呢 其实做成了 这个已经是完成的了 好了 我们现在来 试一试啊 比如说 嗯 拿走点什么呢 拿走 就用铁来试试吧 铁 拿走64块铁 然后 从这放进去 好了 现在它开始往上走了 现在这里开始有铁了 铁呢 应该这里 对了 对了 就是这样 那如果我再放第二样东西进去呢 它会先让一样东西通过 就说比如说我先放铁后放金 它就会先让铁过来 这就是 这就是 怎么说呢 这就是漏走了神奇吧 好我再 抽一六这个金 铁已经完了 我看一下 好齐了 那么我 我抽点金子 然后 我再放块石头进去 完了 那么现在就要看看那个石头 会不会和其他东西混一块 其实理论上 它肯定不会啦 只是我示范一下而已 石头到了没 金子 现在开始了吧 啊 开始了 你看这里就是 18 19 18 19 这样的 一个一个进 我的石头到了吗 我的石头还没到 因为是 我先放了金子吧 所以它就 先让金子通过了 咦 没了 没了那应该全齐了呀 我石头呢 我石头放哪去了 固对劲儿啊 等一下 我放块红石进去 好了 现在来看一下吧 进来了 快点往那儿跑 对呀 过来了呀 那那我那块石头是不是 掉哪儿了 好了 没有关系 其实这个是成功了 那么现在呢 我就来 放那个 就是说 回收的 回收就是说回收不成功 那么我就把它放在 后来 后来 后来又没有东西 放在 放在这儿吧 那么就是用 发射器 这是没东西吧 再往上一步 再往上一步 好 那么其实我教的这个只是一个 多一个 多一个东西 大家应该 有良心的人呢 应该 用不着这个 哈哈 我们现在这里呢 就是 就跟这个结构是一模一样的 对啊 就跟这个结构一模一样 好 那么我才暂停 好了 那么现在呢 那我就把这个 我这就没有再做一个 就这样直接伸出来 就好了 我比较懒 好了 那么 现在呢 这里就放 比如说一直把这个 直到这里来就好了 啊 还是连吧 一样高吗 不连高 再来一个 OK 好 正好 太好了 那么 这呢 我就 这样 给它转回去 转一直转到这里 嗯 啊 真是可恶 好 这样就是了 那 这里就是检测信号 看看能不能检测到 啊 可以 OK 好 那么这里就是这样了 哈 好了 这个就算成功 OK 好 现在我来试一下 打这个 一块 一块 金 两块红水 放进去 看会不会 哦 那已经在上了 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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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让我看看 你只有一块啊 那块 那块是不是还在后面 我记得我放两块 好 先看看那个 嗯 金子是到了 金子是到了 同时呢 就给我少了一块 我 我再试一下 我再试一下 看上去吧 好 好 就是这样了 我看看 C2 C32克 看他出多少颗啊 如果这里凑够64呢就说明齐了 耶齐了 好那么这个就是完成了 上面呢你可以加些屋顶或者什么东西 然后就让那些买的人看不见上面 不那么这个就是完成的了 好 好我们这一集呢就是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